我們現在開會 先處理朝野協商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在野黨磨刀霍霍 在預算會期要刪預算 要砍預算 但是前提是 要讓預算進入審查的程序 現在我們碰到最大的問題 看到社會最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再一次為審先判 或是再一次的為意而決 整個總預算還沒有辦法進入審查的階段 我們歡迎在野黨在審查的程序當中 嚴格理性的把關 但前提是 總預算不應當退 應當審查 那至於審查的過程 是不是理性 是不是專業 要砍總統府 要砍監察院 要磨刀霍霍指向法務部或是司法院 這幾個被列為羅柱的部會或憲政機關 很清楚都是以政治的對抗作為前提 各項的主張要刪要檢要有理性的理由 民眾黨到目前為止提出來的 對總統府對監察院對司法院對法務部 哪一個刪減預算有理性的基礎 大家都之前有看到民眾黨的張熙凱委員 那出於要來護航他們自己設計司法案件的黨主席 語出驚人的說要來刪總統府的預算 那在受到社會的踏罰之後 現在又在硬拗說沒有啦 我是指總統府的水電費 這過程我們都可以看出來民眾黨在這一波 談到預算的三件裡面 看不出理性 好像只在一種想要報復的情緒之下 在禮拜五藍白聯手把總預算退回以後 我們到目前為止 就是沒辦法真正的開始省預算 所以我們很希望藍白不要再拿政府的總預算 作為你們情緒報復的對象